中国在火箭的炷箱和箱底上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性进展 这位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的研发带来怎样的助力 近日据报道 中国国内最大的整体成型箱底已通过相关实验考核 标志中国8月800所初步具备整体悬崖箱底工程化应用能力 同时指出该炷箱直径达3.8米为国内最大整体成型箱底 同时该炷箱总长度达21米 是中国国内目前最长的运载火箭推进剂炷箱之一 而此次的炷箱成功归零 标志着新型运载火箭结构研制完成里程碑式节点 了解火箭构造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箱底它作为运载火箭炷箱的关键构建 中国国内普遍采用分块成型加拼焊的方法加工 因为所采取的定位是满足新型运载火箭的结构高可靠性 轻量化以及快捷制造的需求 所以在炷箱的研制中 中国800所采用的是整体悬压箱底 代替原有的刮半拼焊结构箱底 并且以型号的需求为牵引 中国800所历经一年多的技术攻关与突破 使得中国八院800所突破掌握了大直径整体箱底 精密悬压成型 热处理型性协同控制 形面精密机加工等关键核心技术 并且研制了中国国内最大直径的整体成型箱底 而且还通过了各项实验的考核 并且实现了在新型运载火箭上的应用 从而使得技术的成熟度不断提升 并且中国八院800所在前期成功研制 5米级长筒段的基础上 又掌握了大直径箱底整体成型技术 并在运载火箭结构制造技术上 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 所以中国八院800所这次所研制成功的 新型运载火箭的一级液氧箱直径达3.8米 总长度达21米 这是中国国内目前最长的运载火箭推进技术箱之一 这也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在航天火箭事业上 取得突破进展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八院800所在航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在今年稍早的时候 中国首个3.35米直径火箭长筒段铸箱在中国八院800所问世 并且还经过各项检测和强度试验都取得考核合格 基本具备工程应用条件 据悉该铸箱采用了5米级长筒段 这也是中国国内首次实现了近2米级筒段向5米级筒段的重大跨越 这也标志着中国已初步掌握长筒段的研制技术 也使得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并且驻箱作为火箭的主要结构 长度约为火箭全长的三分之二 而在八院800所研制出长筒段驻箱之前 中国所制造的单个筒段长度基本小于2米 而对于大部分驻箱而言 就需要通过多个筒段焊接才能达到尺寸要求 但是对于采用长筒段 这就可以极大的减少筒段B板零件及环向焊缝的数量 从而进一步提高制造精度成立性能及产品可靠性 因为焊接是火箭结构的主要连接方式 一发火箭上就有数千甚至上万条焊缝 焊缝质量和数量直接影响火箭结构可靠性 所以采用长筒段驻箱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是中国八院800所取得的巨大突破 而且中国八院800所以型号需求为牵引 以先进的结构和工艺为导向 把握国内外火箭研制的最新趋势 并不断通过技术认证的优势成立长筒段研制公关团队 并且为了对该项技术进行充分摸底 公关团队还特意选取了技术难度最大的筒段为研制对象 不断地突破极限和奋勇向前 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不断克服各种难题的影响 公关各项技术难点 还成功研制国内长度最长的筑箱壁板 统断 这种不断努力创新的精神确实很值得学习 而中国八院800所在火箭的筑箱和枪底上的发展与突破 可能最大受益的可能就是 中国航天科研人员正在研发的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因为这样先进的技术 完全是可以运用在中国最新型的运载火箭 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身上 因为长征9号重型火箭也被寄予了厚望 它可以与美国之前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媲美 甚至还有可能超越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成为全球最先进的运载火箭 并致力于月球基地的建设 以及载人灯火的重镇 所以它是相当被寄予厚望的 而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是在上世纪60年代 美国为了和苏联竞争太空的主动权 所建设的一种超级运载火箭 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是由美国NASA指导 并且是在阿波罗计划和天空实验里诞生出的火箭 而且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建造过运载能力最强的 不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火箭 美国土星5号运载火箭高110.6米 重3039吨 推力更是达到了3408吨 它是以液态氧作为氧化剂 并以液态氢和精烈酶油为推进剂 并且美国9次发射9次成功 所以至今为止 在人类建造的所有火箭中 都没有这样体积庞大 亏力极其强劲 成功次数最多的火箭 不过可惜的是 在美国占据了太空的领导权后 美国土星5号运载火箭 却逐渐的销声匿迹 最后就成为了国力的象征 并且再也无法被复制 即使是美国也表示 连他们自己 也无法再造一个相同的出来了 但是中国正在研制的 长征9号运载火箭 可能有机会超越 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中国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总长约百米 起飞质量4137吨 推力5873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40吨 一跃转移轨道运载能力约50吨 所以单从数字层面看 中国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是完全碾压美国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 所以也将会发挥出其惊人的威力 加上现在中国八院800所 在火箭的铸箱和箱底上 取得的巨大进展 这也将继续助力 中国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展 也会更加地去完善 火箭发展的诸多问题 提升火箭的质量和使用稳定性 也提升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的 研制进度 提高工作效率 以便也能取到更加好的效果 中国长征9号重型运载火箭 未来的发展 值得有更多的期待 不得不说 近年来中国航天进步真的很快 这也得益于长征系列火箭的功劳 1970年4月23号 长征1号运载火箭 搭载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1号 拉开了中国航天的序幕 此后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作为中国火箭发射的中流砥柱 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包括神州系列载人航天器 长额号月球探测器 与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射在内 都是依靠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推向太空 据统计 长征运载火箭迄今为止的发射成功率 约为96% 并且每年的发射密度也在减少 年发射次数逐年递增 并且多次为国内外客户承办商业发射卫星的任务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经历了由常温推进剂到低温推进剂 由莫及一次启动到多次启动 从串联到并联 从一件单星到一件多星 从载物到载人的技术滑越 发展成多功样式与功能的运载火箭 并具备进入低、中、高等多轨道的能力 入轨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